特別新聞報告 今天我們想說一下 英國政府出了關於BNO香港Visa 一些詳細的資料 我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我們今天都會解答一下 說有幾個重點都很重要 它是英國的.gov 網頁 我們會擺一條連結 我們想先說清楚 我們不是律師 不是很專業的人 我們立一立 有些重要的事情 我們就和大家看一看 說一聲而已 問一下也不行嗎? 當然可以 問一下我們會回答的 你不要當我們是一些 問我們也會盡量回答的 很專業的 會盡量回答的 但是其實我們很多事情都要猜猜猜 和大家一樣 我們真的是搬自掛自 去由英文轉做廣東話 告訴大家 所以也希望幫到大家 是的 好的 最重要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申請BNOVisa 它寫說 下年的一月 就開始 沒有說哪一天 下年的一月 就能夠申請BNOVisa 大家要快手一點 真的 一到一月開始 開始工作了 不然 阿爺不開心 你家裡的爺爺不開心 不讓你離開 糟糕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講誰是爺爺 是吧 但是我個人覺得 你不是一月才開始工作 有很多事情 其實你已經開始 現在要預備的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第一件事 其實想說的 就是雖然一月開始 接受報名 但是以英國 其實他一向做 Home Office Immigration 其實他都說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有快有慢的 有特徵快證 他沒有說現在是 exactly 會怎樣養住 但是以我之前的experience 其實他們應該會 可能要加多一點錢 你就要快證 快點要給多一點錢 是嗎 是嗎 是 很現實的 英國人都很現實的 你給多一點錢就快一點 給少錢就慢一點 如果給少一點錢 放在 放一張椅子在地上 放在地上做什麼 放在地上 遲些才搞 哈哈 快一點的就放在這裡 OK 我明白了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一月開始 申請 visa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 不是在這裡寫的 可能 大約三月份 你就應該有個 visa 可以批到 用這個快證 假設 所以你開始要想想 如果真的想過來英國的話 其實現在 都很多東西要開始籌備 那哪些人可以申請 嗯 那這裡講清楚的就是 BNO的citizen 這個很有趣的 它不需要有 valid的BNO 那就是說 如果你以前有舊的BNO Passport 而 過了期 其實你是不需要申請 用一個新的BNO Passport 才能取得到這個 visa OK 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是啊 很多朋友之前 排長龍 去寄DHL 寄一些 那些application 去申請 續回BNO Passport 其實這裡講得很清楚的就是 你只要以前有個 BNO Passport 就算過了期的話 你都可以用特區護照 去申請這個 BNO Hong Kong Park visa 那那些子女怎麼辦 那些子女 其實講得很清楚的就是 18歲以下的家屬的話 和你的伴偶的話 那都是可以一起申請的 但是它特別的就是 18歲以上的話 就要撿衣服了 哈哈 其實是啊 其實它真的講得很模糊的 它說 因為compelling reason 或者compassionate reason 的話呢 可能會有exception 可能會有例外 那也都會講到 可能這些 18至30歲的年輕人的話 可能會用到這個 叫 Youth Mobility Scheme 就是 俗語所說的 Working Holiday 或者 其實英國現在有新的 UK Point System 即計分的制度 能夠來到英國移民 所以一句說完 18歲以上的子女的話 那就要壓外 看看怎樣來到 那是否限制 每年有多少個人可以申請到這個 那它就講得很清楚的 就是BNO HK Visa 是沒有限制的 它沒有quota的 所以其實任何人申請 雖然你要有BNO Citizen 那個 Status 你才可以去申請 那沒有BNO 那些 Working Holiday 你甚至要 要 要 一個application form 不知道 一千個 對 就是年輕人 如果你們來Working Holiday 的話呢 每年都有一千個quota 但是我見到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都用了Working Holiday 的Visa來這裡做事 那還有誰說 要 要 要幾錢啊 做這些東西 是不是說 那個citizenship 要付錢的 他只是有說到 當你成為永久居民的時候 是要付多少錢 以及你做公民的時候 是多少錢的 那他就說 成為永久居民 就要付2389磅 再加19.2的手指毛費用 等等 那這個的話 其實只是永久居民 就是 5加1 那個加1 那個費用 那個bisa 那個settlement 那接下來 citizen的話 就要再付多1206磅 的手續費 但是 也都在這個條文 是沒有說到 究竟這個bno hong kong visa 是究竟幾多錢 現在這一刻 就沒有說到 都要5年了 有很久了 都有很久了 都要儲錢了 兩皮的東西 吃少幾粒魚蛋 兩皮的魚蛋 兩皮的魚蛋 很多啊 你真的很喜歡吃魚蛋 很喜歡吃魚蛋 不過呢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裡也說到 是 他有5年了 他可以讓你選擇 究竟你一次過的visa 是申請過5年了 還是你分兩次 每一次是30個月的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呢 如果你真的成家來到 子女來到的話 倒不如 申請過5年了 因為其實 費用應該會便宜一點 還有 我自己 很煩的 就是你中間 由30個月 再搞30個月 中間你要再apply過 是很煩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心來移民的話 就申請過5年 是的 OK 還有NHS的費用 這個都還沒加的 用不用 是另一回事 不是的 一定要給的 一定要給的 你用不用 或者你想用一些 private health care 你可能 很多公司 如果你在英國工作 公司都會用一些 private health care health plan 都會有 但是申請這個visa的時候 他會叫你給公立醫院的費用 所以這個都可能 以前我記得 用兩年的visa的時候 他就大約收了我500磅 這個是以前的經驗 我不知道 他究竟會收BNO香港visa多少錢 另外的 他也說到 你那五年在英國住的時候 究竟要有多少天 住在英國才可以繼續 繼續在這五年的生活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每一年 你要一定在這裡 住夠180天 即是六個月的時間 是在英國這裡住 如果有朋友想著 做太空人 飛來飛去 在香港繼續 不要走太久 是啊 不能走太久 每年你都要 至少在這裡住六個月 都公平 是啊 OK 其實很好的 我覺得這個門檻 申請這個visa 真的很低 我沒見過這麼低 其實他沒有任何 financial requirements 他只是需要你 申請的時候 大約給月結單去看 或者銀行 至少你能夠 demonstrate 或者是show到 你能夠來到自己 有這個經濟的穩定的話 其實這個只是需要 他又不需要你考英文 他又不需要你有特別的技能 等等的東西 但來到這裡的話 也都很好 就是他講到的 所有十八歲以下的人士 都可以免費享用到這裡 所有的公立學校 是不需要付錢的 那你來了五年之後 你成為這個永久居民之後 再做這個公民的時候 其實來這裡讀大學 都相對便宜很多 以現時這一刻的話 在這裡讀大學 每年只需要付9千磅 但是如果你是用香港人 來這裡 即是 out of state out of country 的話 其實要分分鐘 給萬幾二萬磅 都頗好 對 都算可以 所以很好的 其實 那還有 如果你成為一個 citizenship 那時候 你需要考試嗎 那些東西 需要考一下英文嗎 要 其實五年之後 那個5加1 那個加1的時候 當你成為這個 想申請一個永久居民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你考一個試 就叫做 他要考一個英文試 你要 能夠說到英文 還有呢 他要叫你考一個 Life in the UK Test 那就是這本書 你要讀了這本書裡面的東西 要你知道英國某一些出名的人物是誰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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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is Hamilton 是誰 誰 大家的朋友 喜歡看賽車的話 他是一個F1 英國的F1 車手 現在最厲害的那個 不如你說Margaret Thatcher 更好 是嗎 戴卓妖夫人 誰人都認識 誰知道 誰叫Lewis Hamilton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真的 好了今天就是講了這麼多 就像Steven所說的 就是想很簡單地和大家說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是會出去拍片 是嗎 是 我們接下來會帶大家 遊超級市場 不用只是對著這座場 是 我們會走超級市場 去看樓啊 等等 真的會多點東西看 希望大家記得 按讚和訂閱 還有按鈴鐺 如果一出片的話 你都會留意 嗯 好了 下次見 拜拜